嗨嗨嗨,大家好,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來跟各位聊聊 就在明天三幻即將迎來的四月底更新內容情報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好的,首先我們看到全新的三把專武 第一隻要介紹的就是行道龍專武 相信各位都知道 這隻武將主要是在新手開花時期作為使用的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的上場空間 更別說如果後期真要上的話 還有更上位版的董卓可以使用 不論是陸服又或者是說台服都一樣 除非之後推出了他的命魂 才有可能迎來翻身的可能性 但我想估計行道龍要出這個命魂 也要等好幾年了 那時候大家可能都已經退坑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帶過一下專武所帶來的效果 主要是提升了一些相關的能力 反彈傷害從原先的100%變為了150 回怒速度也加快了 日遊小城以及這個如城乎奇蹟 都是有回怒速度的效果 那每回合還有一次解控的能力 並且在戰鬥中可以進行一次復活 讓血量回到50% 以及最後的一個唯一buff效果 提升我方藍子品質的武將最終減傷 但這個能力說實在的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以現今的pvp來說 我能想到還會有機會上場的藍子武將 目前就只有蔡文姬了 更何況加上蔡文姬以及行道龍 這個減傷也才來到了16% 並不是說特別多 總之這把專武是完全沒有必要拉的 直接跳過 第二把我們看到的是瞬間的專武 這也是非常冷門的一隻角色 除了剛開服的火燒隊有機會看到他上場 不然在其他的隊伍中 連個影子都是完全看不到的 但不得不說專武所提收的能力 我個人認為是還可以接受的 都是有關於坦度方面的提升 可惜的是現在的火燒也算是有點定型 沒有能夠留下瞬間的位置 畢竟其他的角色都來的更好用 火燒微笑我雖然不是很懂玩 但隨便舉例像是目前比較主流的火燒 都會擺上張療、魯素、徐聖、丁鳳、黃蓋以及魂忠魚 這些角色的實用性瞬間肯定是比不上的 至於瞬間專武所帶來的效果 就只有一個而已 那就是不斷的回血 對沒有錯就是回血 除了回血之外就沒有什麼其他相關的能力了 看到略有小成的能力 回復灼燒生命傷害的20% 再來是爐火純青 血量低於40%時可以再回復40%的生命 有點像是蔡文姬 那也是整個戰鬥當中就只能觸發三次 但總體來說是不會比文姬來的好用的 這都是神乎奇蹟的效果 友軍造成燃燒時 瞬接自己也可以回復生命 因此這把專武也沒辦法帶來實際上的用處 火燒玩家估計也不會做實用 屬於有愛在抽 不抽也是無妨 最後一把曹批的專武 雖然說現在曹批的出場率 已經沒有以往來的這麼高了 但仍然還是那句老話 鐵打的輔助 流水的C 他的專武都是提供被動能力所帶來的提升 像是略有小成的效果 怒攻可以降低敵方的最終免傷 最多降低30% 這個效果還是挺不錯的 畢竟曹批的怒攻是群體傷害 對面六位武將都會被這個減傷所影響 那五星的被動效果 回怒值從10%提升至18% 再次加快整隊的怒去循環 再來是如火純青的效果 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提升原先三星被動的效果 清除概率變為了50% 原先清一個 現在可以清兩個 一回合最多上限變為6個 簡單的來說就是效果翻倍 最後是神乎奇蹟的效果 自身受到的反傷降低 並且再次強化了五火被動的傷害 以及回怒的速度 總的來說 曹批的這把專武 並不是說到特別厲害 沒有為曹批帶來過多的質疑 但我想這也是畢竟的 因為曹批本身也算是一隻挺熱門的武將 專武用於放大被動效果的能力 想想也是挺合理 否則實在會太強 也是由於專武的效果 之後可能有機會重返奇策挑戰 當個刷分的工具人 只不過實用性如何 還是得得上限測試才知道了 至於PVP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隊伍 包括五子隊 可以替代文姬當中的位置 還有曹批在各種滅隊的登場率 也會有所提高 當然張水隊也是不例外的 關於抽取建議 就簡單說一下懶人包 曹批的專武肯定是本次最值得抽的 也是唯一一把可以抽的 但並不是說到非常的著急 一定要抽的地步 假設換武券不夠的玩家 也是可以先不抽 拿去補其他更重要的專武 等到曹批台服的命魂正式上線前 再抽出來即可 再來 我們看到除了專武之外 本次的第二大重大改動 那就是額外推出了兩張不同的龍魂 單箱以及大佐的 陸服目前也都是有推出到大佐 所以說台服的龍魂推出之後 可以說是已經完全跟上陸服的進度了 再來是第三點 也是微笑我非常滿意的 就是台服的地公 終於推出了跳過戰鬥 還有自動採礦 並且進入到地公的畫面之後 所有的玩家都可以選擇兩位採礦以及一位戰鬥 就大家都可以知道彼此的地位 就沒有必要再跟大家使用聊天室進行溝通 整體刷地公會方便很多 那其他的就沒什麼特別的細節 非常的簡單 大家只要等到具體上線摸索一下就會了解 最後則是 郭家的這個龍魂開場以及證實是了BUG 會在明天的版本更新後進行修正 修正後我們開場就可以直接吸取到郭家的龍魂了 五指的強度還可以進行進一步的提升 那麼以上就是明天版本更新後的四大重點懶人包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微笑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